公文办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承办人的部分 第一个来文归档要如何签办 我们的公文透过收文人员收进来分派给承办人 承办人可以在首页透过我们的仪表板的资讯 直接点选代办公文件数进入到主要作业区 也可以透过左边的功能列表点选公文办理 来进到我们的主要作业区 进来之后针对公文的部分文号点选一下就可以开启公文 打开会进到我们的公文制作界面 来文的部分可以在画面上直接看到来文的内容 然后在右上角去牵绊我们的公文意见 输入完毕之后按下传送即可送给我们的下一个签盒主管 那如果是来文含付的部分要如何签办 就是需要回复公文的资料 这时候怎么处理 我们也是透过公文办理或首页仪表办 先进入到主要作业区 进来之后点选公文文号 那打开之后也会先看到来文的资料 那因为我们是需要含付对方 所以可以透过左上角会有一个文稿处理 点选新增签稿 开启新增签稿的一个画面选择我们需要的一个范本 例如是喊稿 选好按确定 接着就是编辑喊稿的内容 好那我们在上方可以透过说牌突牌来调整我们的项目编号 好然后我们这边要输入我们的公文资料的位置 公文资料的部分 你再阻止说明你需要善达的位置点选就可以输入内容 好那我们还有正副本的授文者 点选正副本就可以加入授文者 那我们会开启一个授文者设定的界面 在左手边可以透过我们的机关搜寻 输入关键字来查询我们的授文者 好所以你这边打上关键字 例如台北市政府 好下方就会查出来是台北市政府的部分 点选就可以将资料加入进来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授文者设定的一个界面 资料加入之后呢 在资料列表的部分 新字号是加入我的最爱 好你可以把常用的加到我的最爱 垃圾桶是删除授文者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要删除授文者请点垃圾桶 本别加进来是正本你要切换为副本 这边下拉可以直接做切换修改本别 另外发文方式的栏位 有电子交换的预设会带电子交换 你也可以下拉去做变更 好例如说我今天要发文过去有实体的附件 不可以找电子交换 那我们就可以下拉去选择 改为邮寄或人工交换 所谓的人工交换就是派人轻送 好 含附件的部分 一般正本我们都会自动带含附件 因为正本一定要给附件资料 副本授文者我们就是由承办人自行决定 要不要给附件 好所以如果你有副本授文者 然后有附件资料要给他 请你在含附件的位置做设定 好那授文者设定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们回到公文制作的画面 好如果你有附件 刚刚提到我有附件的资料 要怎么样夹带上来 在左边的功能列点选附件按钮 好可以新增附件 那上方有附件的类别 好有搞附件跟签合附件 好搞附件是会送出 签合附件是内部签合使用的 好那我们再点选电子档案 或者是将我们的附件档 直接拖曳在框框的位置放开 他也会上传 上传完毕按下右下角的确定 就可以把附件夹带到我们的公文上面 好那最后按下存档的按钮 在左上角点选存档之后 就可以点传送 将公文送给下一盒签合主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 我们现在切换身份到二号承办人这边 好那我们可以透过首页仪标板 看到他的代办公文件数有18笔 我们可以直接点仪标板 进入到我们主要作业区 或者是透过左边的功能悬单 按下公文办理 好也可以进到我们的主要作业区 好那点选竹子 可以看到他相关的一个资料明细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主要作业区 它会有一个签收栏位 公文进来第一件事情都要签收 不管是纸本或者是线上签额的公文 数别的部分 数件最数件会有个红色的数来显示 普通件是黑色的 密等 好那目前这边都是普通件 如果是密件公文会写一个红色的密来做提醒 好 公文的文号 我们要如何判断它是线上签额还是纸本签额 请看文号右方会有个夸胡的内容 写的红色的线就是线上签额 写的绿色的纸就是纸本签额 我们来看一下171好这一份今天收的公文 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选签收的签 好点这个按钮可以将公文先签收下来 上面也会提醒告诉你签收作业成功 接着点选公文文号 点选文号我们可以开启公文制作的界面 看到来文的内容 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份来文的内容 好它有附件 所以在左手边的附件的页前这边可以点选附件去做附件的下载跟开启 好针对来文签半存档不需要含附的这种公文可以在右手边直接发表意见 出入完意见之后呢因为我的下一个签合主管已经设定好是三号的长官 那我就可以按下传送就可以送给三号的长官 好那右下方这边也会有签合的流程以及意见 好所以在我们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打意见可能打内容比较多会想的比较久 左边有一个存档的按钮点选可以先将资料做储存 好那你确认没有问题再按下传送 好那你也可以马上打完你的意见的内容 或公文内容直接点选传送 好这是来文存档签半的方式 好那如果是要含附呢 好今天一份来文我需要回复给对方应该要如何处理 我们在左上角会有个文稿处理的功能 好所以你先通过公文办理点选文号进到你的公文里头 在左上方按下文稿处理 里头会有个新增签稿 点选就可以选择你要输入的半本 那我这边选择函稿按下确定 好函稿就会开起来了 在函稿的部分右上方会有承办人的联络资讯 这边你可以点选再做修改 左边的部分呢 送文者发文日期发文字号 这边你可以不用输入 好因为系统会在送到发文室之后 发文人员在办理发文的时候 他会自动带出来 好所以这边是透过系统控管 我们要变更数别 在数别这边可以去做点选 下拉选择普通键数键追书键 密等同样也是点选密等的项目 可以去做设定 桌子说明在冒号后面点一下 就可以输入内容 好那说明也是冒号后面 可以直接输入内容 需要分段请你先按一个键盘的enter键 到下一行 它会自动带出国字1 你就可以输入内容 在我们系统上有提供 减下复制贴上的功能 好这边有减下复制贴上 可以做点选 好那还有我们的正本跟副本的部分 好那这边点选进来 好我们会开启一个受文者设定的界面 那我们一般使用的是机关搜寻 可以打上关键字 查询我们要的受文者 好台北市政府 下方就查到台北市政府 点两下就会加入进来 好那我们再选另外一个 好这个好了 好带进来之后 信号的部分是交到我的最爱 好所以点一下 它会告诉你加入成功 那再来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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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别的部分 下拉可以去做切换 包吻方式 下拉也可以去做变更 好如果是选择邮寄 记得邮递序号跟地址要去做输入 下方有卷轴移到右边 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设定完毕按右下方的确定 收文者就会带进来 好那补充说一下上面编号的部分 打完按Enter会有第二个编号 好那如果要缩牌或突牌 请在上面点选缩牌或突牌的功能 点缩牌 国字2就会变成夸弧1 夸弧2可以变成阿拉伯数字1 好这是我们依据文数规范来设定的 那回到前一个段落 我们就点突牌 点一下就会往前推一次 好点一下再往前推一次 好这是编号的使用方式 好那附件的部分点选附件按钮 附件类别有搞附件跟会签附件 会签指的是内部参考用不对外发文的 那搞附件就是要发出去的附件 那我们可以将档案直接拖曳上来或按下选择电子档案 好然后再去夾带 最后按确定 好所以我在左边的公文标签 稿下面就会有一个附件的一个档案 好在你上打过程当中 如果时间比较久 或打的内容比较多 或者是要暂时离开 记得要点选存档 好那流程的部分 这边可以点选流程设定 可以另外再去设定 其他的一个作业流程 好拖曳就可以放置进来 好甚至你要列印公文按下列印按钮 就可以开启预览的一个画面 好那你就可以选择印表机去做列印的动作 好那我们输入完毕之后按下传送 就可以送一个线送给我们的签合主管 好到这边是莱文的纯茶签办 跟韩副的一个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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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好 好